小巴 有 我在想我的條件 對 我太沉溺了 你看我們今天談的這個 故事每個人物都有 他的開的條件 剛剛這個TEC 也有開條件對不對 那你的條件 幽默感 那你們就是配啊 沒有 我真的 可是我很 還有一個身高的條件 你講一下 一百八 一百八 喜歡一百八 對 因為我本 你怎麼來命變高了 對 因為我覺得 沒有 我剛剛我非常 我非常贊成TEC 他剛剛說的那些 關於他條件的部分 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他是因為自己有 所以他去要求對方也有 所以我覺得比較多的 我自己身旁比較多單身 女生是自己 沒有這樣的條件 可是希望可以從 對方身上得到快樂 比如說他自己是 沒有幽默感的人 他希望對方能夠逗他笑 可是你首先要先敞開心 你是有這樣的Sense的人 對 或者是你自己 沒有收入 月收入這樣 可是你希望你可以 對方月收入這樣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 合理的範圍 對我而言 我自己是這麼 期許我自己 所以當我說我的條件是 我很喜歡男生 很愛戶外運動 那是因為我本身是 也很喜歡戶外運動 那他可以 不要跟我一樣的運動 可是他要有個 很熱情的運動 比如說因為我覺得運動 就是維持壽命的 一個方式嘛 也是讓你開心 身心愉悅的方式 那既然你有這樣的管道 對我來說會變成 以後不管我們再怎麼緊張 關係再怎麼不好 你都有個出口 所以我覺得那會是一個 健康關係的一個必要條件 那我自己是這樣得到出口 所以我也很希望 我的對方也有這樣 那個戶外運動是什麼 都可以啊 你可以喜歡散步爬山 你也可以喜歡潛水 你也可以喜歡划船 都是都可以 只要你有戶外運動 因為我覺得那個真的是 身心靈的一個 很棒的一個補充劑 職業會有挑選嗎 職業我比較 老實說我不希望他是圈內的 老實說 他不希望什麼 我不希望他是跟我同一行 圈內人 對 我不太 為什麼 壓力很大 對 我覺得這個圈子 已經不容易了 所以一個人不容易就 另外一個人可能可以至少 我不確定 但是我還沒遇過 但我希望不要 但遇到再說 年紀呢 年紀其實我範圍還蠻廣的 我才四十歲嘛 所以我覺得 三十五 到四十五之間 我覺得應該都可以吧 就是四十上下 對 四十上下 加減五這樣 合理 合理 這樣合理 對 我們今天邀請的來賓 有三個是有條件 有資格可以開條件 還有黃醫師 對 黃醫師單身 我也很好奇你的條件 我真的很好奇 對 接下來我休息 你們問他好不好 超長 對啊 真的要問嗎 可以 我以前想知道 首要 首要 或者是 你方便講 對我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結過婚了 所以首要是希望 還沒有結過婚的 男生 女生 他們可以 可以先有這個 踏入婚姻的這種 這個機會 所以我基本上 我不太會跟人家 搶這個機會 那我的意思說 可是如果是我遇到 你說真的 問我的條件的話 我現在的條件 跟我以前的條件 可能 其實我認為也是差不多 就是第一個 我還是要談得來的 因為談不來的 觀念不一致的 以後婚姻裡面 只是一直吵架 然後第二個 我希望找的是 不要把我的生活水平 拉低的人 因為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男生 女生 都是不好意思講出來 可是我們找一個對象 不是為了去 去什麼同甘共苦 因為後來發現 都是沒有辦法同甘 都只有共苦 那這樣的話 乾脆一開始 我就設定說 我不希望找那個 會把我目前 因為我的生活水平 已經不是很高了 如果再把我的生活水平 再拉下來的話 我其實不願意去過 那樣的生活 這個生活水平拉下來 可以再有更具體的說明嗎 是指收入嗎 比如說這樣子好了 我自己有常常 這個直播的直播 在FB直播 我常常會 常常其實會吃牛肉麵 但是我沒有辦法 接受一個男生說 黃醫師 那我請你吃牛肉麵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我自己 都可以吃牛肉麵 我幹嘛還要你請我 可是牛肉麵 有一碗三千塊的 我也不會花到三千塊 去吃那個牛肉麵 就是說我自己 有我那個標準 那我可不可以有個男生 跟你說黃醫師 我請你吃牛肉麵 加空心菜 這可以考慮 因為他最少吃空心菜 就是說 比如說我自己的 那個生活水平 可能是搭捷運 那真的 你可能不要叫 我跟你一起要坐摩托車 大概是這樣 對 就不要再把我拉下來就好 你對於婚姻會很可叛嗎 現在 其實不會 我覺得可叛這件事情會造成危機 就不要隨隨便便 就是說因為可叛 然後就去做一個選擇 而是說真正你看到 然後你遇到都覺得說 沒有什麼不可不可相處的地方 然後你再去考慮 會覺得婚姻內子契約必要嗎 我覺得其實蠻看人的 如果說你覺得在一起 有需要法律的保障的話 你當然就會想到有那個婚約 可是如果你對你自己的保障 已經很夠了 或者是你發現其實踏入婚姻 人家反而是剝削 你不給你保障 你就會覺得內子婚約不重要 年紀會很挑嗎 年紀 其實我本來就不是很挑年紀 可是我不喜歡比我小很多的人 因為我會覺得就是幼稚 是 會很希望他在世貿大樓上班嗎 那因為那裡外貿協會在那裡 我是不... 你懂他的優惡 真的很好笑 怎麼辦 我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覺得人生普道中年 會覺得外貿只是一個參考值 因為他終究都會崩塌 是 所以其實如果你喜歡這個人 你就會覺得他帥 如果你討厭這個人 他長得再怎麼帥 你都覺得看不上 書醫師你覺得說結婚比較好 還是不結婚比較好 結婚比較好啊 說你也結婚比較好 好理 對 好理說你不用想太多要找誰 就是 你就有一個穩定的家庭 就是跟太太就相處的也很好 所以就你不用去 那我要認識誰 認識誰人 不用啊 我就是有一個很好的另外一半 那所以我覺得結婚一個穩定感 而且有人在問我這個 在討論說不結婚比較好 那我就 我其實我碰過兩個兩件事情 我就跟大家講 不是我 然後就看到兩個案 這個新聞事件跟本人 他第一個就是他 他本來他這個 他這個男生 他跟家人處得不好 那大家都覺得說這個男生 就是兄弟姐妹都欺負他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他就到臺北來工作 認識一個女生 很相愛 他們覺得說很相愛 就是自己創造一個事業 自己努力 就為了 我好好要為了結婚 好好認真的去打拚 那在沒有成功之前 他就不結婚 他就不結婚 他於是好不容易 他們也他們也在一起 那就幾年後 創了一個不錯的這個公司 那也賺了不少錢 那準備要結婚的時候 他就回鄉下準備要這個 跟祖先講之類的對不對 沒想要出車禍 沒想要出 男生出車禍 那男生就回鄉下 就想說我剛中藥主 我要結婚了 然後回去讓這些兄弟姐妹看說 你以前欺負我 我就是現在 出發了 就等於是我發了嘛 對不對 要準備要結婚 就出了車禍 人不在了 不在之後 死了 那這個女生本來跟他住在一起 住在還不錯的房子裡面 那麼這時候一過世 最痛苦是這個女生 他就想要就幫他做 最後他很難過 想要做 結果不但沒辦法做以外 他還被他們兄弟姐妹 趕出這個家 所以就那時候就覺得 他原來是這樣 我就說那這樣 你沒有 法律上沒有身分 你沒有身分 就是說我們很愛 最後法律上 我們都住在一起 不是跟先一樣嗎 就是法律上沒有身分 結果這個男生 好不容易發達出來錢 全部給他不愛的人 他也沒有做一些規劃 也沒有做什麼遺囑 都沒有啦 他沒有這樣做 所以女生只能被踢出去 另外第二個很慘的是 我有碰到那個女生是 他就覺得說 他曾經有一段不幸福的婚姻 他都覺得那有小孩 那他就覺得說 男人不是好東西 這個他就覺得 男人不是好東西 可是他幾年後 碰到一個很愛他的男人 終於把他就覺得不錯 可是他覺得只要一結婚 他覺得本來沒結婚 男人都很帥 都很幽默 可是一結完婚之後 男人就變狼人 就家暴什麼 他就有這個陰影在 他就不結婚 那一不結婚之後 這個男生就想說 好每天每個月都 他常常跟他求婚 那男生其實很好 那跟他求婚 他就覺得不想結婚 因為一結婚男人就會變壞 於是幾年後 大家都認為說 他們都結婚 而且都有小孩 他跟那個女生 跟前夫生的小孩 他們都把他視如指出 那大家覺得 他們都一家合了 沒想到大概幾年後 這個男生就可能 就比較晚歸了 那女生說奇怪 你是不是有外遇 你有外遇 那沒有 他就男生也不搭話 最後他就跟著發現 他那個男生就跟他的同事 發生了這個婚外 也不是婚外情 就是發生曖昧關係 那被男生被發現之後 他就很 那女生很生氣 說你我們 你不是最愛我們都在一起 怎樣怎樣 他說我們又沒結婚 我們又沒結婚 這個女孩子當場就昏倒了 就是他就對 我們也沒結婚 那是誰不結婚 是這個女生說婚姻不好 誰不結婚 這個女生為了這個 還生了一場重病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要奉勸說 其實如果今天我們期待 一個很美好的婚姻 或是永久的東西 那法律是保護你的 那包含說 假設說你今天 像我們一剛開始講的說 你列入一些條 尤其是非常有錢的 那你自己有錢 你想要結婚 希望做一些處理 你要小心說 錢不要被人家騙走 法律上還是保護 要寫一下相關的東西 才可以保護 盛美覺得婚姻 結婚比較好還是不好 婚姻不一定就是適合每一個人 像我自己是覺得說 你跟男朋友去爬山玩 當然很好 可是我更喜歡跟我的孩子 去爬山玩 我喜歡享受婚姻 不過我覺得 我們今天談那麼多 我是一個比較愛情動物的人 我覺得不論你設定 多少條件 那我建議年輕人 一旦愛情來了 也許你設定了一八五 可是你認識這個人 可能只有一七零之類 可是你不要被那個一八五匡限住 而是當愛情來說 應該是去享受愛情 就像我以前也覺得 你知道嗎 那個戰爭發生 打到都打一八五的 真的 看你這樣 比較高 因為他比較高嘛 他打了剛好打了誰 打到 你知道 再見了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局限 不要局限這一八零 所以台灣就說一句話 打得更加厚 比較不會穿 我以前也認為 我男朋友要一八零 可是當我談戀愛之後 我從來都忘記 他到底多好是身高 是這幾年 我注意看了一下 那人都會縮起來 真的啦 我就問我老公說 身高縮起來 對啦 真的啦 你不要想那麼多 我真的要是好開喔 嚇到 我就說你到底幾公分 他就一直跟我講說我一八零 我說你明明看起來只有一七五 他說哪有一七五 我就是一八零 都已經三十年了 他還騙我一八零 有什麼差 沒有 身高只是一個有趣的 我們社會上 因為他現在離婚率蠻高的 離婚率大概有四成五左右 那有些人是不結婚 因為我們會陷入一個討論 就是說婚姻有什麼好 這樣子 我覺得婚姻也不是不好 我覺得人會這個遇人不俗 因為遇人不俗 其實有點運氣 或者是世人不明 可是我不太能夠接受 世人不明這個事情 因為人會變 你剛剛跟他戀愛的時候 也覺得這個人不錯 他很正派 他很幽默 結婚以後就變了一個樣 追你的時候完全 完全 所以我認為婚姻不是不好 婚姻有一點賭的成分 他是一場賭博 我覺得是一場賭博 也看運氣 就你能接受嗎 對啊 重點是 你能不能從賭局上出來 你已經離開賭場了不是嗎 我離開賭場了 所以我現在都很輕鬆 但是我還是覺得 曾經結過婚不錯 因為我覺得人生有很多條路線 你如果沒有去經歷 你不知道你會收穫什麼 對 雖然我有很多痛苦的面 可是其實我也有收穫 對 那個在婚姻裡面的收穫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他的收穫 還是我兩個小孩 雖然說照顧起來也滿辛苦的 可是我覺得那是 我們意想不到的收穫 那不是在我人生的腳本裡面 可以寫得出來的 那就很珍貴 是 然後也認識了 認識了 也認識了惡伯伯 這也是一種收穫 就沒有認識 我還不知道人可以這麼壞 這也是收穫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對 這就是 黃醫師就是這麼直 這不一樣的腳本 對 好啦 已經出了賭場了啦 謝謝 恭喜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吃吧 來吧 吃吧 吃吧 再看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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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